嗨 大家好 我是喜恩 謝謝大家在Instagram還有Facebook上面給我的生日祝福 你們的祝福都有收到喔 謝謝 我想在這個地方分享去年的一些經歷 2016年其實我一整年 我都是處於在一個沒有辦法 唱歌跟好好說話的一個狀態 因為在2015年的時候我9月聖誕沖血 然後一直到2016年的2月才完全恢復 就沒想到2016年的5月呢 我的生帶就再一次重血 因為過度使用沒有好好的休息 結果呢到7月的時候被診斷出來我的生帶有息肉 然後想說可以透過藥物然後休息 近身可以讓我的息肉消失 殊不知一旦你的生帶有息肉之後呢 就必須要開刀 所以在8月醫生告訴我要開刀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我的人生呢毀了 當醫生告訴我說你必須要開刀 然後你沒有辦法靠著休息來恢復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到底對我自己做了什麼好事 我竟然把我的聲音搞成這個樣子 我那段時間我就覺得我的未來人生是完全沒有盼望的 因為你知道當你開刀之後你不知道你的聲音會不會恢復 你也不知道手術過程會怎麼樣 我對我自己未來的夢想 對於我的工作計畫 對於我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音樂這件事情 我突然間覺得好像烏雲籠罩 沒有任何的盼望 所以當我回來之後的一個禮拜 我覺得我好像就掉入一個沒有底的一個黑洞當中 我每天都在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非常焦慮 我在想應該沒有到憂鬱症這麼嚴重 可是應該也蠻憂鬱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慘了 我的人生完蛋了沒有夢想 結果在那段過程之中我覺得上帝很奇妙 是因為他一直在安慰我 告訴我說我的價值 我活在世界上的價值 不是只有唱歌 我就覺得我不能唱歌我還能做什麼 因為我最厲害的 我覺得我可以表現出來最棒的 就是歌唱啊就是唱歌啊 那如果今天我失去了我的聲音 我還能做什麼 神就不斷地告訴我說 他就一直鼓勵我說 你的價值不是在於只有唱歌 你的價值在於你就是你 你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於是我就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情 然後開始畫畫 開始運動開始跳舞 告訴我自己 我也鼓勵我自己說 就算今天有一天我不能唱歌 我還是可以透過畫畫 透過跳舞 透過很多的事情 來敬拜神 能夠來發揮上帝放在我裡面的一些才能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面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是縱使 有一天我再也不能唱歌了 我仍然要很喜樂 然後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攔阻 我對神的那個愛 當我做了決定之後我發現我的心情就好很多 然後我是在9月1號2號3號開刀 感謝神也讓我遇到非常好的醫生 所以整個手術的過程都很順利 我休息了將近一個月 好好的養聲音 然後第二第三個月就開始慢慢的恢復 發聲的一個練習 每天就是worned up做一些的 嗯 唱歌的一些肌肉訓練啊等等的 現在呢我覺得我的聲音 歌唱的聲音比以前更好 為什麼 因為當我在休息的那段時間 我把很多壞習慣都改掉了 不應該用力的肌肉啊 然後以前 一直練不到的一些共鳴啊等等的 當我在安靜的時候 反而去放鬆我的肌肉 然後我自己也重新看待 關於歌唱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我的聲音呢 我覺得好像重申一樣 就是上帝再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可以在大家面前 然後唱歌給大家聽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有時候會錄一些 歌唱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那是因為這些技巧呢 都是我自己在我歌唱的過程當中 我所突破的 然後我以前是唱聲樂嘛 然後到現在是唱所謂的 嗯 現代流行的歌唱方法 所以這一路走過來 我也曾經失敗過 那我也從失敗當中再站起來 所以當我在跟大家分享這些 小技巧小方法的時候 是真的我自己去試驗過 然後是很健康的歌唱的方式 在過去這一年當中呢 我覺得上帝給我一個最寶貴的功課就是 我們的價值 我的價值 包括你的價值 不是因為在於 你能做什麼 你可能很會做生意 你可能很會 體育 你可能很會 嗯 給予 Anyway就是你很會做的很擅長的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並不能夠定義你是誰 就像是我歌唱的好不好 不會去定義我 這個人的價值 跟我是誰是一樣的 你呢 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不管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當我重新有這樣子一個看見跟眼光的時候 我覺得 今年的生日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很開心 我再一次找到我心裡面那個喜樂 然後我為了什麼而歌唱 我為了什麼 去 在我的夢想這條路上來奮鬥 所以 在我生日這一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 我去年一年的 經歷 很不容易 可能在短短幾分鐘當中 我可以把這樣子的故事跟感覺跟大家分享 在過程當中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辛苦 但是感謝耶穌有他的愛 跟很多愛我的朋友們家人們 在我的身邊 陪伴我鼓勵我 當我今天再一次能夠高聲歌唱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再也不一樣了 然後是抱持著一個更感恩 還有更寬廣的心 所以可能你現在也在 像我曾經經歷的這樣一個低潮當中 我也想要為你祷告 希望上帝的愛 還有他的勇氣呢 能夠跟你一起 讓你可以很堅強的可以走過這個過程 可以讓你能夠再一次站起來 然後有那個喜樂的心在你的心裡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聽我把我的經歷 我的故事聽完 那下個禮拜見囉 祝福你們 掰掰 掰掰 拜拜